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变成了一种疑惑或者说是一种不知道该如何去抉择 不知道该去选择哪一个方向 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不该相信什么 是有一些疑惑的这种感觉 然后呢它也会代表说你们最近很有可能会在 就是疑惑说要送别人一些什么样的礼物啊 或者说专业的一些选择啊 这些啊也会有这方面的一些意思在啊 再然后呢它也会代表说就是你可能会更想要去选择那个随心所欲的道路这种的 也有这方面的意思在 还有它是一个学习的牌的嘛 很有可能你们最近也在去学习一些新的技能啊 新的知识啊 新的领域啊 什么的这种啊 再然后它也会代表说就是 你们最近的话可能会需要稍微注意一些上火的一些问题啊 它可能会代表说就是一些像是额头啦 或者说是这种三角区啊 就是鼻头这块三角区啊 什么的容易长痘啊 什么的这种啊 它会有一种火元素过度的一个表现在里面啊 可能需要稍微和一些清热的一些东西去降火这种啊 然后看一下你们在感情生活当中啊 感情生活当中呢 其实还算是比较满意的啊 对 但是呢在这个感情生活里面 它是有一种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在这张牌里面感受到的是 它会有一种就是过度保护一些什么 就是营造出来非常美好的感觉 但是实际情况的话呢 好像并没有像 呃这个表现出来的那么顺利那么美好啊 就是有一种 就是它表现出来 哎 我没事 我很OK 但实际上呢 自己也很疑惑啊 这种感觉啊 那么看一下 对方 就是你们所测的人 他是否喜欢你呢 你们 第一组 你们所测的人 他是否喜欢你呢 首先 鱼人牌啊 鱼人牌好的 哦 然后呢 是 这个 宝剑侍从啊 宝剑侍从 哦 我觉得他这 应该是一个感情当中 比较笨拙的一个人啊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感觉他这个 在感情当中 是会属于一种比较笨拙的 或者说是 嗯 他的感情当中会 看起来比较傻白甜 这个鱼人的话 我感觉他不太像是一个玩家呀 或者说是这种套路高手啊 什么的 不太像哦 我总感觉他是 有一点像是那种 就是 呃 不是很懂 或者说是 没有太多感情经验 这种感觉啊 再然后宝剑 是从哦 在这边啊 稍等哈 我再补一张 宝剑皇后 呃 所以在这边可以看出来 这个人的话 他脑子是非常思维 非常的活跃 思维非常的灵敏 这种啊 然后呢 他也是会 勇于去挑战一些权威 或者说是勇于去挑战一些什么 再然后他呢 呃 他是会属于那种 就是 没有太多 就是不是很懂 但是很愿意去学的 这个类型啊 而且呢 他去应对一些问题啊 处理一些问题啊 这方面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 但是呢 有的时候会 就是有一点不计后果的 就是单纯把这个问题 先解决的再说 这种的感觉啊 那么看一下 他对你的 这个 而且我觉得这个人 他可能是突然一下子 掉进你的这个生活当中 就是毫无 毫无防备的状态 突然一下子 就是有炸到你的生活 这种感觉啊 尤其是他是会 对应到天王星的 这种变动状态 就是为你打开了一道 新世界的大门 这样的一个感觉啊 再然后 看一下对方是否喜欢你 好吧 对方是否喜欢你 魔术师啊 好的 对方是否喜欢你 权杖九啊 这组沟通出问题了吗 权杖九 魔术师总感觉好像就交流啊 什么的 说不上话 对 说不上话 这种的 权杖九背后是什么 我看一眼 星星牌啊 这组的话 大概里你们会出现说 异国啊 异地啊 或者说是可能会有 比较大差距啊 这种感觉啊 这一类 然后呢 他也会代表说就是 呃 这种宝剑六的状态啊 他会有一种 就是若即若离 来回 就是要走不走 或者说是一种 那他可能前一秒 再说拒绝 下一秒又说 呃 那什么想要 怎么怎么样 就是他自己的话 可能也不太确定说 这段关系到底 要怎么样去发展 这种啊 再然后呢 这边出现了这个魔术师 和权杖九的话 你们两个沟通是出大问题啊 我在这边看到的是 啊 他魔术师被摁在地上摩擦呀 魔术师你 他是没有一个 就是他没有太多的一些武器 他是一个魔法型选手 魔法型选手 你再给他配一个 就是这种肌肉 大哥的话 他这个沟通出大问题啊 这种沟通出大问题的话 大概就也会 营造出一种 反复无常的状态哦 对 沟通出大问题在这边 然后再看一下 这一点的话 让对方就是没有办法 就是确定说 你和对方之间是否 就是有未来呀 或者说是 就你们两个的关系 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他是没有办法去确定的 这种感觉啊 再然后这边的话 其实他自己的话 也不确定说 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 这种的 然后看一下这边呢 就两个人的话 完全都是在 头脑风暴的感觉啊 对 然后你这边 可能还会稍微 有一些行动啊 什么的 然后对方这边的话呢 是 首先愚人这张牌的话 确实是会在往这边走 所以他大概率是 有炸到你的生活 然后呢 沟通一出问题的话 可能接下来 该如何去发展的话 对方也是一个 很迷的一个状态 甚至对方会认为说 你这边可能会有一些 魔术师的黑暗面 就是有一种 就是一些不太好的一个 黑暗面嘛 那上面这张 上面这个就是黑暗面 就是会有一种 就是在玩弄对方啊 或者说是在玩弄对方感情啊 类似于这样的这种感觉啊 或者说是 你会有这种感觉 好像是对方在玩弄你的感情 这种感觉啊 他这边能量会反 反过来听就可以了 没有关系 最终的结果不影响哈 那么在这里的话 也可以看出来 就是对方的话 是有很强烈的一种 不确定性在里面呢 因为沟通这边出现了 非常大的问题 那么再看一下 他的真实想法 好吧 我再挖一下 真实想法 真实想法 哦 这张牌 稍等啊 真实想法 全账七啊 我怎么感觉 对方好像有一点 害怕一种控制欲啊 对 我觉得对方可能会 比较害怕控制欲的 这种感觉 还有就是 可能会有一些 财务方面的一些问题啊 什么都不知道 是你这边 还是对方这边呢 还有的话 就是 我看到的是 对方好像非常害怕 沟通出问题啊 就是说那种 就是你跟他跟你说话 你会对他发脾气 你会给他摆脸色 或者说是 就是他跟你想要 有一些交友的时候 不知道该如何 去找到你这种的 或者说他等了你 可能就是 你等了他很长一段时间 然后他终于来找你的时候 你给他摆脸色 就是这样的感觉 这样的话 让对方一下子 不知道该如何 去应对这些 因为他是很害怕说 独自去面对一些什么 或者是单打独斗 这方面 他是非常害怕的 再然后这张 这张牌的话呢 他这个就给人感觉 很恐怖 很恐怖 就是会 非常的害怕说 就是你会给他 白脸色啊 什么的这种 对 所以这一点的话呢 会让他把 对你的喜欢 全部都收起来 这种感觉 喜欢有没有 有的 还是有的 但是呢 他这个不太会 去显露出来啊 然后再看一下 那个什么吧 你们是否会 有机会在一起哈 你们是否有机会 在一起呢 过去啊 先看一下 你们过去 这边发生了些什么 过去 有一个人 举着声碑 就过来了 就是大张旗鼓的 在示爱 不知道是你 还是对方啊 现在呢 现在躺平了 现在发生了什么 等等 不是 这 自信满满的过来 然后中间 到这就躺平 是什么鬼 我看一下中间 发生了什么鬼 什么事情啊 死神牌啊 就好像 好像是回应 并不是特别好 这种感觉啊 可能是 就是大张旗鼓的 过来 可能是会有一些 那种期待啊 或者说是有一种 就是 就那种 你投入了一些什么 必然会有期待 说回报一些什么 哪怕是 一些很好的 一些言语啊 什么的 也都可以 但是呢 并没有获得 这方面的 这种肯定什么的 所以呢 就是躺平了 但是我不确定 到底是 你大张旗鼓的 过去了 还是对方 大张旗鼓的 过来了 还是说 你们两个 就是你大张旗鼓的 过去了 然后他 给你的回应不好 然后就躺平了 还是说 就是过一段时间 他大张旗鼓的 过来了 你就又 我上次过去的时候 你都不理我 我这次就是要 那什么 给你故意摆脸色 就是这种较劲 相互较劲 然后又躺平了 这样的话 哎呀 哎呀 哎 有点心累了 真的是 就这种 一直在错开的 这种感觉 要么啊 要么就是一方过来 然后一方就是 回应不太好 就类似于这种的 哦 哦 这边看到的 大概都是连接到 这样的一个能量啊 那么再看一下 未来是否有机会 在一起呢 命运之轮的逆位啊 命运之轮逆位 我看一下 他要转到哪里去啊 命运之轮逆位 审判呢 还会有一个机会 进来啊 在这边 倒是没有彻底结束 这种的 这个审判 它是会对应到 新生的 所以在这边 命运之轮逆位的话 大概率会是有一些 暴力的一些行为啊 它这种暴力的话 并不是说真的 发生一些肢体冲突 就是会有一种 就是有一大堆人 然后把你直接 就推到对方面前 或者说是那种 就一些工作啊 或者说一些 就一些 有一些问题啊 什么的 你必须要去找这个人 必须要跟他去 就是面对面 就是哪怕你再不愿意 你都要必须要 就是和对方 有一些交流 可能就恰巧是因为 必须要去面对面 或者说必须要去 搞一些什么 你非常抗拒的 一些什么事情 从而让这段关系 又有了一个新的机会 这种感觉啊 那么最终是否 可以在一起呢 嗯 圣杯四的逆位啊 圣杯四的逆位在这边呢 那么可能会需要 有一方去包容啊 就是你们两个 一直都是这样 针锋相对的话 那么很有可能就是 没有办法在一起了 对 还是会错过这种 还是需要有一方 去进行一些包容啊 什么的 就是稍微给个台阶 或者说是 稍微制造一些台阶 或者说是有一些 这种就 稍微让步啊 什么的 可能会好一点呢 否则的话 就像是一种天平 或者说翘翘板一样 如果有一方起来的话 必须要有一方下来 如果就是两方都起来的话呢 那么这个翘翘板 它就是没有办法去 维持一个 涌动的一个状态 看一下这中间 是大概是会出现 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 什么样的情况 这个 可能会有一个 就是人犯了一个错误 对 一个非常年轻的人 一个非常年轻的 喜欢打扮的人 然后他犯了一个错误 他的这个错误呢 必须要就是 由你和对方去 那什么 协同解决这种的 或者说是 有一个这种 就 你或者是对方啊 你们两个之间 有一个人 就是有一些问题啊 或者工作方面的一些问题啊 必须要去 有一种交流啊 这种的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必须要去面对啊 不去面对是不行的 在这边 这个 还有一个情况呢 很有可能就是 真被推到那一步的时候 跑了 真被推到那一步的时候 跑了 那就 升为四嘛 就差不多 就到此为止了 这种 OK 那么这一组 就到这里了 希望有所启发和帮助 拜拜 Hello 第二组哈 来看一下哈 第二组 首先看一下 你们的情况是如何呢 星碧一啊 星碧一 这是个啥 星碧一的证伪 好的 我再看一下 星碧皇后 哦 星碧国王啊 哦 这个星碧国王的话 我怎么感觉这么有心机呢 你们最近是有遇到星机boy吗 就感觉好像是一个很有心机的人 或者说是一个很懂得去计算得失的人 这种感觉啊 还有就是嗯 就有臣服非常深的人 对 这个感觉啊 他因为他就会代表说一种伤人的角色 他会利益优先啊 可能会遇到了这样的人呢 再然后呢 你们最近可能会有遇到就是说 财务方面的一些损失 对 财务方面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损失啊 或者说你把财务投在了一个错误的地方 或者说是投入到了一个不太OK的一些地方 然后你可能会觉得说有很大的一些损失啊 什么的这种啊 再然后在这边 在感情当中的话呢 可能会有一点过度的理性啊 或者是过度的理想化一些什么这种感觉啊 嗯 然后在这边又出现了一个全杖疤啊 全杖疤的话呢 就是有一种煮熟的鸭子飞了啊 或者说是有一种把很美好的一个情况给搞得非常的糟糕啊 叫非常的糟糕 就是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情况 然后把它就是一下子 有一种搞得非常非常的错误啊 糟糕啊 这种的感觉 对 反复的三次啊 又开始啰嗦了 不好意思 OK 继续啊 然后看一下 在这边呢 还有看到说有一些就是 嗯 最近有一些迁徙嘛 来回走嘛 这种的搬家迁徙 这张牌有这个意思啊 它是会有一种 很有可能是你们在准备出国啊 或者说是去一些其他地方啊 什么的这种感觉啊 嗯 然后呢 在这边它也会代表说 就是有一种比较强的一种控制欲啊 掌控欲啊 什么的 可能也会影响到你的感情生活这种啊 缺少了一些乐观的感受 你的心脏 你的心脏这边的感受是如何的 就你有多长时间没有去感受到你的心脏 它是一种疼痛的 还是开心的 还是愉悦的这部分 你有感受到吗 有这种太过于注重物质啊 掌控啊 行动啊 这一块从而忽略的感受这种感觉 在这边 那么看一下你们所问的人 对 他们 现在是一个什么样情况啊 圣杯一啊 圣杯一 圣杯一好像最近的话 可能是会有遇到一些新的人 当然了 这个新的人也有可能是你啊 或者说是 有一些新的一些项目啊 新的一些 就是他可能开启了一个新的一个项目 或者新的生活模式 新的专业 就是有一种接触到一些全新的一些东西 这个意思在里面 然后这个人的话呢 哎 我觉得对方在感情生活当中 反而是有一种就是 自信满满的这种感觉啊 好像就是有一种 掌握了自己感情方向的这种感觉啊 就是接下来的生活啊 如何去规划呀 或者说这种感情方向该如何去掌握啊 什么的 他好像是会很明白啊 这种感觉 然后看一下 中间发生了一些什么 中间的话呢 这个人他也是会非常的理性 他很清楚自己 什么样的东西是自己可以去拥有的 什么样的东西是自己不可以去拥有的 他呢 是会有一个非常理性的思考 他并不会说是啊 就是那种一点脑子也没有 或者说是一点这种啊 就看起来傻白甜 并不是这样的 他的话呢 应该是有他自己的一种智慧在的 然后这个宝剑皇后的话 他是会有一种 首先他解决问题会很厉害 对啊 其次的话呢 他的专业技能也会很厉害 再然后宝剑皇后呢 他也缺点是什么呢 他可能就是说话啊 什么的就是会稍微有点太过于直接伤到人 这种感觉 再然后呢 宝剑皇后他这张牌出现在这里的话 那么他在这一段感情也好 或者说他自己的感情生活啊 一个方向感 或者说是一种掌控感是非常强的 所以他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 所以他呢 大概率就是不会说是有太多的这种 像是圣杯歧视单纯圣杯歧视出来的这种 就是耍尖巨滑呀 或者说渣呀 并不是啊 因为他自己的话可能会有一个自己非常明确的这种规划 所以呢 就是他表现出来的态度很有可能就是他真实的这个状态啊 对 他这个是不太谢不屑于装的 对 尤其是这个宝剑皇后的话 他缺点就是说话会比较直啊 心之口快这种的 所以呢 他不会说是有一种玩弄啊 像这个圣杯歧视的这种玩弄啊 什么的会一下子降下来 他更多的是一种方向的明确性这种 再然后呢 这个人可能会比较顾家的类型啊 我怎么觉得 对 因为他我看到了个巨蟹座 对 很有可能是太阳月亮上升是巨蟹这种感觉 所以会有一种非常顾家的这种感觉 而且的话人缘可能也还不错 就很多人会喜欢他这种类型 对 不管是男生女生 然后再看一下那个 他对你吧 他对你是否是喜欢呢 你是否是喜欢呢 圣杯皇后喜欢啊 哦 圣杯皇后 我觉得这个人的话 他应该是有包容你很多事情啊 对 包容了很多的事情 对 圣杯皇后 很有很明显又出现了一个情况 反了能量 那么反的情况呢 大家就反过来听就好了好吧 很有可能是你包容了对方很多事情 不管如何吧 他这边圣杯皇后呢 他代表的确实是有喜欢在的 嗯 然后呢 再看一下哈 他对你的喜欢 然后在这边出现了一个月亮牌啊 而且这个月亮的话是有一种情绪的 一种不太好的一个状态 情绪的倒灌 很有可能对方变得非常的敏感 或者说你这边 他的一些行为让你变得非常敏感 有这样的感觉啊 就是他的水元素过度会变得非常的敏感啊 然后会变得非常的就是 再严重一些的话 可能会歇斯底里啊什么的 但是我觉得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啊 就可能还是会稍微有一些敏感啊 或者说是这种 就他可能会更多的用自己的想法去判断一些什么事情啊 什么的这种 对 水元素过度嘛 然后他对你的喜欢哈 这边呢 你这边还是对方这边我不清楚啊 因为我很明显感受到能量反了 这个作死的这个情况的话呢 可能就是让对方就是有一点一下子就是冷下来了这种感觉 对 这个还挺那什么的 挺犀利的一下子就是 一下子让对方从一开始的这个圣杯皇后 圣杯皇后的话我之前有讲过 圣杯皇后它是会有一种就是很强很强的包容性 它可以包容很多很多的事情 就是它可以容纳万物的这种 就是所有皇后里面 它可能就是那种包容性最强的一个皇后 然后到这边突然就变成了女基斯逆位呢 那概率就是会对应到这边呢 就是这张牌 就是可能是把一些什么事情搞砸了或者是做错了一些什么事情 错误的一些判断 让对方就是本来是非常愿意包容你的一个状态 然后一下子冷下来这种感觉啊 或者说是它也会代表说一些流言蜚语 我这里面看到流言蜚语啊 很有可能是一些别人的一些评价 别人的一些言语啊什么的 影响了一些判断 然后让对方突然一下子就是冷下来这种啊 冷下来的时候呢 在这边又出现了权杖国王 权杖国王呢 它是会不会说一下子拒绝你了 就是说啊 完全不可能不会 但是呢 它还是会有一种就是比较警惕的状态 不是会特别的百分之百的像以前那样 就是完全信任你不会啊 还是会有一些警惕的状态在里面呢 然后它这个权杖国王的话呢 也会有一些就是它可能对你的条件 或者是对你的筛选 或者说是对你的观察会变得更加的苛刻 本身它这个这边出现的保健皇后就代表说 这个人它会非常的理性的看待这个感情 然后在感情当中呢 也是属于那种非常谨慎的类型 对哪怕是说说错话 得罪别人也不会就是在感情当中就是 有一些乱来呀 或者是怎么样这样的 这也不一定哈 有乱来的 我看到了在这边啊 尤其是男生的话是有乱来的 有乱来的 女孩子的话呢 是没有乱来的 我看到的是 然后呢 它的话就是在感情当中会非常的谨慎 投入的时候会非常的谨慎 所以往往看到一些非常不太好的征兆的时候呢 他其实心里面会有一个就是确定吧 确定说这段感情应该要如何去应对 不能够说是完全的去信任 但是他不会否掉你 他还会给你留一些余地 只不过这个余地的 他的这个筛选的条件啊 或者说筛选的这个目标啊什么的 会更高一些 对他可能会 如果之前他可能看你一条行为两条行为 就觉得说啊 你这个人还不错 那现在的话呢 他可能会看五到六条 就是会再多看看 就看清楚 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类似于这种的 或者说你去看清楚 对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这种也在里面呢 因为我刚才也讲过了 很明显感受到能量有反的 那么反过来听就可以了 那么看一下你们两个是否有机会在一起呢 看一下 首先看一下过去啊 保健室啊 你们这个 这边我不知道是你的错误还是对方的错误啊 这个全账八的另一位啊 这个错误的话反正是影响挺大的 就是让这段关系处于一个冰封的保健室的一个状态呢 保健室啊 然后看一下现在吧 现在呢 现在全账六啊 全账六 好的 全账六这个状态 我得看一下下面啊 定一下下面 哦 教皇牌啊 教皇牌啊 教皇牌 这组是有人在奔着结婚去吗 教皇首先啊 结婚啊 第二个老师啊 很有可能你们里面会有人是当老师的 或者说是有年龄差啊 就这三条嘛 再然后这边呢 全账六到教皇这个也 我觉得还是有机会在一起的 对 还是有机会在一起 我得稍微看一下中间发生了些什么 调人牌啊 调人牌 调人牌 所以呢 在这边可能会出现一个和解在里面啊 但是它这个和解的契机我没有看到 我没有看太到 所以的话在这边你和对方之间 大概率会有一个和解的契机进来啊 调皇牌的话 它必定是一个固定的一张牌 再然后在这边出现了一个全账六的话 那么代表说你们之前可能是一个 非常有混乱的状态 或者说是一种就是 这个作死的这个情况的话呢 让对方就是稍微有一些防备心的这个状态呢 很有可能会随着身边人 这个被簇拥的全账六嘛 被身边人的一些观点呢 看法呢 什么的就是稍微就是对你的这个评价 或者说对你的这个看法可能会有一些改观 或者说是不能说对你啊 不好意思 应该说是对犯错的这个人的一些观点呢 什么的会稍微有一点下来 因为朋友们可能会替他说话 对 这样的话呢 他可能会对你的防备心 或者说是你对于对方的一些防备心呢 会随着朋友们的一些观点和看法 然后哎 这个人其实还不错啊 他可能是太紧张了 所以才会做这样的事情 类似于这样的一些言语 然后让这个起防备心的这个人呢 稍微降下来这种啊 再然后会有一种从一个非常无序的状态 就是一种就是混乱的状态 或者说是一种压抑的状态里面 慢慢慢慢的把自己放出来 慢慢的找到这种规律这个感觉 然后再到这个教皇这张牌的话呢 那么你和对方还是有机会在一起的 对 前提是有所对应啊 在这里面我看到说很有可能会出现没有对应的情况 那么如果没有对应的话呢 那么大家可以就是再出去选一选 或者是看看其他老师是怎么去解的哈 那么再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教皇背后是什么吧 我总有一点担心这个教皇 稍等哈 嗯 果然 稍等哈 我们看一下 全账9 全账9 信任问题啊 如果你和对方之间有所缓和的话 请如果你还想要和对方继续走下去的话呢 那么你们两个之间的信任需要去有一个很好的建立啊 在这边 嗯 信任问题 因为在这边这张牌的话呢 它可能是有一点太过于就是有一点点就是踩到了底线的意思在里面 但是我不确定是你踩了对方还是对方踩了你哈 有一些底线的一些问题啊 所以的话就是有会产生信任危机 很强的信任危机 所以呢 就是如果你们有出现了转机 然后这个转机之后呢 就是要去培养一些信任方面的问题 这样呢 你和对方之间的感情才会更加的牢固 否则呢 对方的话 他始终会对你就是建立的建立一道心房 你永远可能就是会在他的那个心开外面打转 就是进不去 因为这张牌 所有几乎所有的这一些事件的改变 都是从这张牌开始的 对 OK 那么这一组就到这里咯 希望有所启发和帮助 拜拜 Hello 亲爱的第三组哈 首先看一下就是你们的情况是如何呢 第三组 生杯酒啊 生杯酒 活在当下的一个感觉 对 生杯酒 享受自己的生活 享受自己的这个就是生活状态 还有可能 我总感觉也可能需要稍微 如果就是你们有想要减肥的话 那么可能需要稍微注意一下体重啊 这张牌它会代表说一种暴饮暴食的状态 还有就是需要稍微注意就是饮食啊 这块啊 还有就是一些 我看一下 如果有 应该没有吧 就是酒啊 这方面的话 要注意啊 这方面的话可能会影响到你们的休息啊 因为这张牌它也会代表说那种庆典 喝酒 玩乐 有这个意思在 那么最近的话很有可能就是在 就是比较颓废的一个状态吧 总结起来两个字颓废 然后比较正面的表达呢 就是享受当下 然后看一下呢 然后在这边又出现了一个 可能就是在自己的舒适 舒适区里面打转吧 对 在自己的舒适圈里面 在自己的舒适圈里面玩得不要太爽 再然后看一下这边 这张牌啊 这一张牌 这组的话 如果你们有真的有一些玩啊 或者说是真的有一些 就是在玩乐方面花的时间太多的话 那么可能需要稍微注意深度睡眠啊 你们可能会稍微需要注意一些调节啊 这种的 还有就是你们最近如果会出现说一些比较焦虑的 或者说比较不好的一个情绪呢 那么首先要考虑一下 你们是否有足够的深度睡眠 这个可能需要注意一些啊 在这边睡眠方面可能会出现一些比较大的一些问题啊 就是有一种过度纵欲 这个欲望呢 指的是玩乐这一方面的哈 然后圣悟酒呢 很有可能在这段关系里面会出现说那种 不会去考虑太长远啊 有这个意思在 但是我不确定是你还是对方呢 我就不太决定了 然后心必四的话呢 他也是会有一种在自己的舒适圈里面不愿意出去啊 就这种感觉 那么看一下 对方的状态啊 你们所测的对方 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 对方心必歧视啊 心必歧视 你们两个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大的一个 就是不一样呢 心必歧视有健身的意思啊 心必歧视有健身的意思 所以对方的话很有可能是会有在健身呢 或者怎样 还有他可能在等待一些什么机会啊 或者说是对方呢 他可能是会有一种 就是隔岸观火啊 有这个意思在啊 对 他对你的一个状态可能会是一个隔岸观火 这个状态 就是请开始你的表演 就是这种感觉 然后看一下对方这边高塔牌啊 高塔牌 高塔牌 定一下高塔牌 宝剑国王啊 宝剑国王并没有满足对方的期待啊 对方是有一些失望的呀 不知道是什么方面的失望啊 并没有满足对方的期待 这种意思在里面呢 再然后他这个宝剑国王的话呢 他也会有一种就是 他会把注意力放到其他的地方上面 对 他可能在这段感情上面的注意力 不是特别特别的多 他可能会有其他的工作啊 或者怎样会把注意力放到其他的上面 对 嗯 再然后他这边心碧骑士在这边的话 总觉得吸引可能不太够啊 嗯 稍等哈 我再看一下他中间发生了一些什么 哦 好的 恋人牌出现了 恋人牌出现的 很明显就是吸引方面 可能会出现一些比较大的问题啊 还有就是很有可能就是 呃 要么对方是一个渣 或者说要么对方认为你是一个渣 对 就可能会有一些误会啊 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啊 然后再看一下 就是他会对应到的是火星双子 火星双子的话呢 他可能会就是 呃 固定伴侣啊 不止一个啊 或者说是勾三大四啊 就类似于这种的 就可能会比较easy啊 easy go啊 比较随便啊 怎么怎么样 就或者类似于这种一些误解吗 呃 或者说对方认为 呃 如果你是男生的话 可能会啊 你可能是一个渣男啊 什么的 有这种误解的感觉哦 因为在这边 嗯 就 哈哈 啊 有 为什么笑呢 因为在这边有一些人 他确实是考虑是短暂关系 对 啊 但是有一些人他确实不是渣 嗯 是有这样的感觉 OK 那么看一下对方是否喜欢你吧 对方是否喜欢你呢 命运之人的逆位 好的 再看一下对方是否喜欢你呢 宝剑皇后 嗯 权杖公主 你们发生了什么请问 我为什么会感觉对方好像是 一副随时准备跑路的样子 就这把大刀往这一摆 然后又一个命运之人的逆位 好像就是情况不对 马上跑路 嗯 就有一种随时准备好 就是要跑路的这个感觉啊 而且 我怎么感觉 啊 这我不确定啊 如果你们确定一定 已经肯定对方有其他选择的话 那就是了 如果你们不确定说对方 有其他选择的话 那就当没有好吧 我总觉得他这个 有其他选择这种感觉啊 对 然后呢 对方我感觉 他是有一种随时准备好 就是要跑路 在这种感情里面 随时准备好 要抽离的这种感觉啊 嗯 我稍微看一下 中间发生了些什么 在这边 圣杯一啊 圣杯一 就有一种 把自己的爱 强行的灌输给对方 就是没有 没有去考虑对方感受的 这个意思在里面 但是呢 我不确定是 他把他的爱 强行灌输给你 还是你把你的爱 强行灌输给他 就是有一种 就是没有 考虑说 他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就是认为 你觉得最好的东西 给了对方 或者他觉得最好的东西 给了你 这种感觉 嗯 有这样的感觉啊 所以的话 这部分可能会让对方 感到有一些压力啊 就是 他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没有搞清楚 然后一味的对对方好 因为我们从小到大 受到的教育是 你一定要就是 知恩图报 滴水知恩 一定要涌泉相报 但是呢 当你没有受到一些 就是生命威胁 或者说 当你没有受到一些 非常大的需求 你没有那个需求的时候 别人硬C给你的好 你就会想 哎 我应该拿什么回报 给对方 这时候就会产生压力 当你手头又没有说 足够的 所谓滴水知恩 涌泉相报 这种涌泉 你没有这些涌泉的时候 就会产生压力 从而可能就会有一种 想要逃避这个感情的意思 在里面呢 就随时准备跑路的一张牌 这个我感觉 然后我再看一下 命运之恩 逆位这边发生了一些什么 命运之恩 为什么会发生一种逆位呢 就 爱给多了 这就真的是爱给多了 那这个爱的话呢 就有一种 多到变成一种压力 让对方就是觉得说 真的是 滴水知恩涌泉相报 但是我没有涌泉 我该怎么办 那要不我就不要的先跑吧 就这种感觉 嗯 嗯 嗯 OK 那么看一下 是否有机会在一起吧 哎 稍等 我再看一下对方 嗯 她是否是喜欢你呢 她是否是喜欢你呢 宝剑 试筒 还有 她之前是喜欢你的呀 对 她之前是喜欢你的 为什么说之前呢 就是这个人 在她看来的话 她可能很长 我觉得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是什么呢 她可能从来没有遇到过 就是对她这么好的人 对 还有就是呢 嗯 很有可能就是她可能空窗期 还挺长一段时间的 对 然后突然一下子 就是被这一大堆的感情轰炸的话 可能会让对方有一种压力的感觉 从而就是 也反而让这个喜欢有一点 那压力月亮牌 就很有压力 然后就很 不知道该如何去回应 会有一些逃避呀 回避呀 这种感觉啊 逃避回避这种的 嗯 还有 为什么笑呢 我看到说 有一些啊 对方在演戏啊 对 对方会演 演出一副好像很享受的样子 实际上她慌得不得了 这种 嗯 有这样的感觉 有一种月亮牌的这种 就是 迷幻 看不清楚 或者说是她这种梦幻 她会对应到那个什么 呃 那个叫什么来着 呃 那个那个海王星啊 海王星的那种编织出来的幻境啊 梦幻啊 这种的 所以的话就表面上看起来是 就是幸福的在冒粉红色的泡泡 但实际上的话呢 随时准备要跑路的这个感觉啊 就有一点是 就所谓的 我刚才所讲的 低水之恩将 涌泉相报 就这种心理暗示也好 或者是道德标准也好 就没有太多东西 去进行回报 从而就是变成了一种压力 这种啊 对 所以一开始 她绝对是喜欢的 在这边 毕竟是出现一个圣杯三嘛 圣杯三的逆位 所以她很肯定是很喜欢的 但是呢 就是有一种太多的爱 就是有一种 就是浇花啊 有一些花的话 你不能天天浇灌 天天浇灌的话 它会死掉 嗯 就跟这个一样 现人长 你天天浇一下试试 那就烂了 跟那个一样 还有呢 就是 她的需求 好像是被忽略的这种感觉啊 对 那么再看一下 你们是否会在一起吧 你们是否会在一起 首先看一下过去吧 过去呢 星星牌啊 又出现了星星牌 星星牌 很有可能你们会通过一些网络啊 所有的电子通讯呢 有关于这方面的一些 就是通过网络认识的 或者说是有一些 就是 那种 嗯 它也会代表说 异国 对 异国啊 还有就是 差距比较大呀 距离比较远啊 还有它会代表说 这种水瓶座的感觉 水瓶座的话呢 它会有那种 就可能两个人的 这个文化 底蕴不太一样啊 就有点像 异国的这种感觉 还有就是 它会代表说 那种 就很有可能是 一个大的 一个社交圈 很有可能像是同事啊 但是这种同事的话呢 就有点像是 一种对接的这种感觉 类似于这种的吧 对 嗯 再然后呢 星星牌的话 它也会代表说 可能你和对方之间 给予彼此的生活当中 都带来了一些 不一样全新的一些希望 有这个意思在 那么看一下 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况哈 现在呢 嗯 宝剑骑士啊 宝剑骑士 这个出来的话 哎呦 为什么这 哎呦 已经到第三组了 然后两组都沟通 出现问题 在这边 宝剑骑士的话 双子座啊 而且还是个逆位 那么很有可能就是 沟通出现问题 还有就是 有一方被定义为 是个渣子了 对 呃 可能不会说 但是他会 就是在心里面 可能会定义是渣子 这种啊 因为他这个双子座的话呢 他是有一种吧 不是说双子座的人不好 而是说 把双子座的负面特质放大了 变动性 变化性 不稳定性 这种的 呃 还有就是 可能会 有一些冒失啊 或者说是有一些冒犯 不尊重啊 类似于这种的一些东西啊 但是不一定就是 呃 不一定就一定是不尊重 或者怎么样 就是有一种 比较冒失的一个感觉 再然后 他这个双子座的话 他也会有一种沟通啊 这一块出现一些 比较大的一些问题啊 再然后还有一种 就是 徒劳无功 对 呃 但是这个徒劳 到底是你徒劳 还是对方徒劳 我不清楚 然后再看一下 你们两个是否有机会在一起 哈 稍等 你们两个是否有机会在一起呢 哎 两张牌啊 哦 不对 他是刚才的这个星星牌 哎呦 圣杯十的逆位啊 圣杯十的逆位 火星被放大了 他是火星双 火星双鱼吧 我没记错的话 火星双鱼的话 他把这部分火星给放大了的话 嗯 吊人 吊人 高塔 有一点点难哦 这一组 想要在一起有一点点难 那么我稍微把这张牌 进行一个转换吧 转换一下这个圣杯十吧 我感觉 就是那个认为 对方是渣子的那一方 是防备心很重哦 就整个是会把自己 保护起来的这种 然后他可能做一些什么行为啊 或者说做一些什么举止的话 他会大张旗鼓的 这种对 其实呢 有是有一点在掩盖内心的这种不安全感 有这个意思在啊 他这个火星双鱼的这个部分 然后看一下那个什么 啊 定义一下 不对 化解一下这个圣杯十的状态啊 圣杯十 圣杯十 全杖一啊 需要有一些行动力啊 对 需要有一些行动力 他这个行动力的话呢 就不再是溺爱了 对 可能需要就是稍微去看清楚 对方真正他的需求是什么 然后呢 可能还需要有一部分的一些交流啊 什么的这种啊 然后再去做一些有效的行动啊 有效的行动呢 就是穿暖花开嘛 这张图卡上面 无效的行动呢 就是这个 就是这种寒冬腊月 所以需要去进行有效的行动 不要再有过度的爱灌输给对方 这种的话会让 把对方给淹死 对 就开玩笑的说法 就是淹死 其实实际上就像是某一些花 它花 浇水浇太多的话呢 它是会淹死的 跟这个一样啊 OK 那么这一组就到这里了 希望有所启发和帮助 拜拜 OK 第四组哈 来看一下吧 首先看一下你们的情况是如何呢 好的 这边呢 保健三 发生了一些什么 它这个保健三的话呢 我感觉好像是从一个 比较负面的一个状态里面走出来了 或者说是干脆就是自我洗脑 就是就把那个负面的状态 当做是不存在 就这种感觉啊 实际上的话呢 它这个保健三 那个负面的状态 它一直都在那里 对 要么就是从 慢慢从那个状态里面走出来 要么就是自我洗脑 嗯 就这个东西好像是从来没发生过 不存在一样 但实际上的话呢 这一部分确实会让你们 有一种陷入到 阴谋当中啊 或者说是会觉得说 错过了一些人啊 或者说是会有一种 就是做了一些比较任性 冲动的一些行为 现在正在为这些任性 和冲动的行为 再去买单的 这个意思在里面呢 就是有一句话 不是说那种 所有人都要为自己的任性 去买单吗 就是有一点这个意思 在里面呢 再然后呢 我再看一下这边 我感觉 稍等啊 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些信息 稍等 嗯 那对 我感觉在这边的话 很有可能是会被一些 就是不太好的人 给盯上这种感觉啊 尤其是一些女孩子啊 什么的话 很有可能会出现说一些 被不太好的人盯上 我总感觉有这样的一个连接 你们可以自己看一下 就是 嗯 他这个女孩子的话 很有可能会表现出 啊 其实无所谓 很开心 很OK 但实际上的话呢 他是处于这个下方 这个图卡 这个状态 对 然后在这边呢 可能会有一些被吓到啊 或者说是被一些 就是 严厉的对待啊 什么的 很有可能会来自于一些 上司的一些严厉对待啊 或者说被一些 就是 嗯 有一种 就被点名点起来 被骂一顿 就这种感觉 对 呃 表面上看起来就嘻嘻哈哈的 哎呀 领导说的是 但实际上的话 他是会属于一种 非常难过 悲伤自闭的一个状态啊 这种感觉 啊 就是这样的 不一定是 一定就是 女孩子啊 也有可能是男生也是 男生也是一样的 主要就是想要表达 这样的一个状态 然后在这边 他也会代表说有一种 就是信任的一些崩塌呀 你很有可能 你会对于这个严厉对待 你的人的信任崩塌 或者说是 你会有一种 就是 不知道该如何去应对 这个状况 对 和所期望的这个状态 不太一样 这种感觉 那么再看一下 还有一些过去的一些影响啊 就可能是通过一些 过往的一些经验啊 什么的 就是比较鲁莽的 做出了一些判断什么的 但是这个鲁莽的判断 到底是这个 保健三 这个呢 还是这个人呢 那我就不确定了 那么再看一下 那个对方 你们所测知人 他的这个状态啊 你们所测对方的状态 对方的状态 审判派啊 审判派 审判 他这个审判的话 还给了一个新生 还不错 并不是非常不好的审判 估计是要结束 某一个负面的状态 迎来新生啊 对 那 新生啊 在这边呢 代表说就是 他可能是有一种 活过来的这种感觉 开玩笑的说法 就是活过来 然后 他会有一种 就是从一个 比较负面的一个状态 非常难过 悲伤 或者说是有一些 比较 呃 艰难的一个状态 里面 一下子就是转换过来 这种转换的话 很有可能是 在他的生活里面 有进入一些新的事物 就 欣欣向荣 全章四啊 然后对于未来 是充满希望的一个感觉 我看一下 这中间发生了什么 影视牌啊 得到了一些 长者的一些指引 对 一个老人的帮助 或者说是一些 老人的一些开导啊 或者说是一些 智者的一些引导啊 什么的 然后 或者说他自己 可能就是消失几天 想通了 然后又出来了 就这种感觉 就一下子 可能是被引导啊 什么的 从一些比较 负面的一个状态 或者说一个比较 像月亮牌啊 这种的 就比较压抑的 这个状态里面 慢慢一下子 就转换出来了 现在的话呢 对于生活 是处于一种 非常向往的 这种感觉啊 对 正能量满满的 这种 再然后看一下 他是否喜欢你啊 他是否喜欢你 在这边 首先抽到的是 新币7啊 新币7 我觉得他好像没有 顾上那么多呢 我怎么感觉 他现在对自己的生活啊 规划啊 就已经乐此不疲 这种的 就感情方面 我看一下吧 后面会有些什么 那 全帐1 我觉得他现在就是 从那种 就是负面的状态 走出来的话 已经在忙着说 如何去规划 自己未来生活 这种啊 就没有太多的 想感情 这一块的事情 等一下 全帐1后面是什么 我看一眼 全帐1后面是 宝剑2 宝剑2 哦 这个感情方面的 这个问题的话 他可能会是 比较次要的 次要的去选择 在这里面 也有看到说 月亮天平啊 月亮天平 月亮天平的话 他是会有一种 就是平衡性 在里面吧 对 所以很有可能 他之前会把感情 看得非常的重 但是呢 经过了一些 就是头脑风暴 或者说一些人的 一些指引和帮助 他可能突然觉得说 感情好像也没那么重要了 感情它是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不是所有 全部 所以 他可能会变得更加的随缘 对 这种感觉啊 而且他这边的话 我感觉他是很享受自己的生活 这张牌 很享受自己的生活 然后全帐1的话 他可能又开始去规划说 啊 环球旅行啊 类似于这种开玩笑的一些说法 就对于一些未来的一些规划 什么都会很 就很想要去规划未来这种 然后他这边新币7的话呢 他也是会有一种 对感情方面他反而就没那么着急了 就一下子就 就有一种说是 放下一枚种子 他发牙了就发牙 不发牙就拉倒 就这种比较随缘的一个状态 然后他这边又出现保健2的话 大概就之前 你和对方可能会出现一些 针锋相对的一个情况啊 就是互相斗狠啊 或者说是气对方啊 就这种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呢 就是让对方这边的话 有一点厌倦了 就是累了毁灭吧 就类似于这种感觉 厌倦了之后呢 他可能会把注意力放到生活的 其他一些点上面去啊 那么看一下他是否是会喜欢你 好吧 我看一下他最深层次 最深层次是否喜欢你呢 圣杯期哦 圣杯期 他这个圣杯期怎么这样啊 我感觉这个人好像就是 睡眠呢 什么的都不是特别好这种感觉 跟我最近的困扰差不多 OK 然后看一下 需要更多的深度睡眠好吧 然后再看一下 圣杯期后面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人他觉得好像是 自己的选择 做出了一些错误的选择 然后后悔不一样 对 这个人是有后悔的 他可能对于自己过去 所做的一些事情 或者是过去所选择的 选择去相信一些什么 或者是选择去做一些什么 是后悔到要死的这种感觉啊 对 我看一下 这背后是什么呀 宝剑4啊 宝剑4 宝剑4 就 就重新定义了一把这个 宝剑2 就有点像是对方的话呢 他会就是更多看你这边的这个表现啊 如果两个人啊 相处的开心愉快 好玩啊 那么继续相处 如果就是你这边啊 就跟你相处的这个过程当中 充满了太多的一些压力啊 负面啊 或者说这种 就是睡不好啊 或者说是会出现说这种想太多啊 就整个处于一种负面的这个状态的话 他可能就是就放那边就不管了啊 就这样的感觉 就可能会就把生活的重心 从感情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就这种逃避这种负面的状态 因为我觉得这个人可能 很有可能这边出现审判牌的话呢 之前是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处于这种比较负面的状态 所以他现在非常讨厌这种负面的感觉 就是想太多啊 这个人到底喜不喜欢我呀 这个人到底和我怎么怎么样啊 就这种猜来猜去的话 好像是会让对方厌倦这种啊 所以他是会更多的把注意力放到一种 就是正能量 那种积极向上的 而这个方面去啊 就不太会去让自己被这一些就是那种负面的 感情方面的纠葛拉扯给绑定住啊 那么看一下你们过去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 过去是什么样的状态呢 过去哎呦 非常的注重物质啊 物质外表啊 还有他这个有一种欲望 物质外表这方面的一些东西啊 皇后派的逆味 金星的这种负面意向 被放大 它会代表说一种欲望 还有就是物质啊 还有就是一种享受享乐这方面啊 然后再看一下 我看一下连接来看的话 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现在的话呢保健五啊 哦发生了什么 保健五啊 保健五 这是有一些负面 就是自我否定在里面呢 保健一 保健一的逆味啊 就这这部分的话 保健三啊 这个保健三的话 我不知道是这个 呃让你或者是对方陷入保健三的是什么事件呢 这个保健三的状态的话 就是一下子让对方这边 就是呃有一些不太好的一个改变 从一开始比较可能压力本身就有一点大 在这段感情里面 可能会出现说一些就是外表啊 或者说物质啊 还有一些就是这种欲望啊 这一块的一些影响会比较大一点 然后呢 在这边又出现了一个保健一的逆味 这种保健一的逆味就像是这张牌里面 可能就是有一些试探型的一些动作的话呢 就是呃有一点伤到了对方这种感觉 啊试探啊 好像就是有一点用力过猛啊 伤到了对方这种感觉 或者说是伤到了你们也有可能 那具体是什么呢 那就不太清楚了哦 然后在这边会出现说更多的一种自我否定 本身就是前面有一些自卑啊 或者说前面有一些不太确定啊 什么的 然后经过这一番试探的话呢 那么对方干脆就好吧 啊那可能就真的不太不太行 或者说是有一种更多的否定在里面呢 那么看一下未来吧 未来呢高塔牌哦 高塔牌以后 高塔牌 哎哟 我怎么感觉会有人呢 半路杀出来个陈咬金呢 对 其实我在这边就感受到了他这个 呃权杖4的话 他这个就老人也好 权杖4也好 反正就非常诡异啊 就感觉好像是可能会杀出来一个 半路杀出来个陈咬金 类似于这种感觉 可能对方这边会去接触到一些新的人 啊或者说是对方这边的话呢 可能会就是呃 被长辈啊什么的 就是拉去做一些什么 认识一些新的人啊这种的 或者说是呃 从一种圣杯舞的一个状态里面走出来 这张牌 就非常的很开心的享受自己的生活啊 什么的这种啊 就很有可能 他会把本来就是对于你的这个期待 嫁接到其他人身上面 或者说是其他的工作 呃 其他的一些生活的其他部分上面去啊 因为确实在这边可能会有一些压力 有点太大的感觉啊 就这张牌压力有点太大 所以的话肯定会 大概就会刷出来一个陈咬金啊 这个陈咬金的话呢 他很有可能是工作 也有可能是这个就真的会出现一些其他竞争者 也是呃 说不定的哈 那么再看一下 高塔牌的背后是什么吧 月亮牌啊 月亮牌可能还会稍微沉浸一段时间呢 对 所以这一组的话 想要在一起确实是有点够呛哦 对 OK 那么大家看有没有对应 如果有对应的话呢 那么大家可以稍微听一听 如果没有对应的话呢 那么就跳过好吧 OK 那么这一组就到这里了 希望有所启发和帮助 拜拜 拜拜